大家好 我是小七 今天非常開心 終於接到了食物的工商啦 北極新們 我們終於接到 夢幻的食物工商了 期待這個很久了 身為愛吃東西的我 肯定要來好好介紹一下啦 那麼我們先來講一個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個寒冷的地區有一隻北極湖 它在雪地裡走了走 走了好久好久 隨著時間逐漸的過去 肚子也漸漸的餓了 正當它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從遠處 有一台高級滑車VMW 開了過來 上面下來了一個身穿黑衣和墨鏡的男子 他下車之後 自稱是虧喜 並且說著 胡啊 你肚子餓了嗎 我這裡剛好有一個台中很熱門的伴手禮 如果你肚子餓了可以吃這個 結果她對薩鼠開車離開了 小西看了地上的東西 把它拆開 上面的包裝寫著 鋁盒泡芙之家 小西吃了一口鋁盒北海道泡芙 眼淚就流了出來 這個濃郁的味道 讓我想到了 剛出生的小牛 品嚐著母親的出乳 那種溫暖又溫柔的感覺 仿佛看到了北海道的牧場 這滋味 在嘴巴裡擴散了開來 瞬間溫暖的味蕾 最後泡芙的麵皮 也略帶嚼勁 我肚子餓現在很冷 鋁盒泡芙之家的北海道泡芙 需要保存在複屬幫助一下 才能保持新鮮 我可以留著慢慢吃 謝謝你了 我的虧喜超人 這東西正是我需要的 我是台中市長盧秀健 我是台中在地虛擬上有個夢 台中好理標章 讓你送禮好簡單